李董真的是 對籃球的幫助真的非常大 感覺他真的是很愛籃球 對 特助的身份到現在林航園GF 你給自己大機會 有及格啊 有及格 有人跟怎麼看 我今天就為了這題來的 來 你看這個衣服跟 你好好說 林航園 對 現在哪有什麼問題 他現在已經五連勝 截至今天已經五連勝了 對今天我們錄影的時間是 12月19號 各隊都虐了一遍 沒錯 但是 沒有了 我還沒講完啊 我還講完 但是 我要講一個電影台詞 你還沒打贏我 義父親也 那也把它劈上去啊 還差 還有還有一對啊 還有一對 哪一對我先不說 不然見真章 你知道我們不會剪那麼快嗎 其實 我這麼看 從PLUS開始 其實第一季林航園並沒有 不好啊 林航園是 差了一球 就差一定光雅君在 嗯 就差一球吧 對不對 打到最後一場 對 對不對 然後 而且他第一季的羊將 也是 都找得很好 只是因為有傷什麼問題 對 如果他是穩穩的 那兩隻都在的話 的確是有點可怕啊 第二季的話 可能就是有一些 起伏 今年又來一個 傳說中的卡總 很帥的卡總 卡總你是之前跟我形容 我可以講嗎 可以啊 我形容什麼 溫和的黃萬龍 他對他有很多的熱愛 執著啦 執著 熱情跟執著跟萬龍真的很像 有點可怕 你會稍微擔心一下下 但是你還沒有打贏 秦也 他一定沒有看過這個電影 他很喜歡背電影的孩子 我們都還滿愛 中華隊練球 他就一直在講 我們只有我 天亮 蕾哥也是 這個是那個 什麼周星馳的電影 霍元甲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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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港片啊等等 意思就是說 你還有一個人沒打 一對沒打贏 其實現在講都還太糟 因為賽程 賽程真的才過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就一部 一部文紮文紮 沒錯 一部一部 對啊 但是五連勝 聽聽聽聽說 現在是滿趣的 接著來講到 今年的選獸的補強 其實就是在 張正宜啊 白耀成啊 丁恩迪啊 這些人 就產生一些企圖性嘛 那你自己在選上 這些人 有什麼特別的考驗 這一次的補強 主要是 反正一個球隊 就是要老中輕嘛 那以長期來看 一個球隊的養成 我們現在是中生代 開始要往比較有 有年紀的 但也沒有到老的那種 沒有 小頂那種沒有 但是年輕的 我一定要補進來 有優秀的選手 我一定要先選 那你說 他們未來會不會很好 覺得他們的 身材條件 跟 跟能力都有 但我覺得一個 職業的運動員 最後的取決是在他的心理因素 他能不能 他沒有再好的 技術好了 但你最後三分鐘 決勝球在你身上 你心裡要控制得住嗎 對 沒錯 對啊 所以 我說我覺得我的球員 都是非常的好 但接下來就是 我都相信他們 但就看他們的事情 對 你如何鍛念你的個人特質 對 對 那個個人特質其實 有時候是比較難看到 那是不是算是一種 與生俱來的一種條件 對於籃球員來講 應該算是 但是你 如果你真的沒有很專注的 很研究的看這個球員 看了從小到大 或是什麼的 研究的話 你不一定看得出他的個人特質 像俑仁這樣的 沒錯 對我這個個人特質就非常的虛實 非常好 把球都傳出界外的 不是 不是 不是你不能 一顆老鼠屎 對不對 因為勇仁是真的很聰明 他在球場上 就是很機靈 運球他不是像正常那種節奏 他會一直跳步一直跳步 然後去擾亂 但你長得比他高 他就是擾亂對手的節奏 所以其實手勇仁 他的身材條件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的運球的節奏 會讓團隊進攻 或者是防守的人覺得很 很不舒服吧 防守他的人會覺得很不舒服 防守他的人會很不舒服 因為抓不到他的節奏 就不要再跳了 對 感謝感謝 有一說一的實話是說 現在是把補回來OK啦 可以可以可以 補回來這樣OK啦 再講回到我們剛剛聊的那個選秀 這個部分 就剛剛我提到的那幾位 或者是其他的新秀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目前為止 對於哪一位新秀 你就覺得 必須要給他稱讚一下 真的是表現還不錯的 就選到這樣賺到 這一次選到了 因為我看就是看 未來性跟他的心理素質 其實這幾個的心理素質都很好 像鎮壓 他雖然現在也因為我們的人很多 很多啊 那年輕新秀選上來 你原本就是要等 對啊 要養啦 你們家裡也是在那邊講啊 你們家裡也是在那邊講啊 承犯條件也很好啊 但他也是要等啊 那最後就是看心理的素質 撐得住後面就是你的 你說如果真的要讓我覺得驚艷 就每個一三四 然後職位 我覺得都蠻好的 真的都蠻好的 都還不錯 對沒有 選不出來 都是你的心頭肉 手心手背都是肉 太難了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除了新秀之外 我們來也談談交易的部分 好的 就吳家俊 林耀忠換成立 換這筆交易 以GM的角度來談一下 他們來說啦 就是老吳在我們球隊也很久了 現在的世界籃球的控球 不一定是要後衛 對 他連中鋒都要可以運球 所以這一點其實我不是很擔心 老吳他在季中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溝通 他也會希望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溝通嘛 那後來我大概也知道 他有一些想法 那我覺得 對於一個球隊的經營 就是大家開開心心就好 不然其實自己的經營 你好我好的啊 不然其實我自己經營上面 也會很辛苦 那耀忠的部分 他我覺得 就我們高個子真的很多 那他非常的努力 你看他的身材超重 就是跟他講什麼他就練 可是他沒有上場的機會 夢想家其實是有需要的 那我覺得如果 用交易的方式去交易一個 我需要的選手進來 那我覺得是Win-Win 雙贏 雙贏 所以為什麼會做這個交易是 陳律煥 他34歲 他第一年第二年的狀況 可能就是起起伏伏 他急需要證明自己 我有我的需求 我也可以提供一個好的機會 那我覺得很棒 也拿到了一個選秀權嘛 對啊 那我對大家都是有幫助的 有人哥怎麼看這個交易 我覺得就像欣安講 順利Win-Win 在局員上面需要一個佈局 他今天可能老吳也要去 其實他也佈局到小白那一方面 對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就是一環扣一環 安哥想滿遠的耶 對那個旗齁其實下得滿遠的 在下這一步的時候已經想到後面四步了 有可能想太遠了 想太遠了 跟你打麻將一樣放在這邊 明明就是只可以打這張就好 白皮 對 還不打應該打一張然後放槍 故意的 對 要輸錢給我們 對 要來交朋友這樣 對對對 五連勝的那個球隊的GM 跟過去的本土的教練相比呢 球風跟文化有哪一些改變 對我來說我也學習到很多從卡帥的身上 那先講我為什麼會喜歡找他 反正就是休賽機我去找他聊天 然後瞭解這個人 他跟我說他一個禮拜七天二十年 每天早上都六點起床七點坐重量 我就想說天哪 真的假的 有這種人喔 他現在還是這樣子嗎 他體脂超低的 沒有也是十三十四啦 當然我覺得說二十年每年七天 七天都這樣做我覺得很困難 有毅力非常有毅力 很可怕了 對啊 對可怕的毅力 你也知道我自己是運動員 然後我很喜歡觀察別人的身體的狀況 他說的跟他的身體的呈現是 真的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到目前為止他也是都這樣子 就早上可能六點多我們起來 就會開始text 然後講一些事情 然後所有的事情 他不是只有知道我們球隊的事 你們球隊什麼是整個聯盟 T1 SBO 他有把鬼牌放在我們這邊 不是啦 Undertable不知道 但是只要是公開的事情 他真的比我都還早知道 我覺得他是一個 得卡帥得天小 很棒的一個教練 對 其實老實說我有暗殺鬼牌在你們的地方 沒有 還是OK 沒關係 因為我認識很多 跟球員都蠻熟的 所以就會 還是會打聽一下 欸卡帥到底怎麼樣啊 五言聲講真的是發生什麼事情啊 對還是會聊一下 從我這邊知道的是卡帥他們真的是 就是非常非常會激勵 跟鼓勵球員的一個教練 對 就是鼓勵很多 然後讓球員的信心其實 爆棚吧 爆棚 你看碰碰打成這個樣子 在訓練上的細節那些我可能不知道啦 比賽的那個內容呈現出來是 我們大家都覺得 哎呦卡帥這個肌頭做的蠻好的 哎呦不錯喔 就賽前那些Petal應該是做的還不錯 而且我在他身上就是除了就是 生活機率在球隊的管理 我覺得也是蠻一絕的 就是他在訓練的時候 就整個完全是在摩擬比賽當天的狀況 那我第一次遇到 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就譬如說台灣的訓練都是 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但是我們現在就是只練一次 然後一次時間拉超長 但以前的我是沒有辦法接受這種概念 因為我來兩個小時就是要強度最強啊 但是我們現在不去 我們現在就是會分很多戰訓練 然後差不多再去吃個東西 然後吃個東西再開始 然後團練囉 然後團練就會開始對打 這不就是比賽的節奏嗎 就跟比賽全部都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現在到球場 就是練球啊 練球跟比賽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球員最需要的 所以這個訓練安排卡在自己 那個時間他自己覺得是要這樣做 就他決定就好了 把訓練當成比賽來去做執行 對啊 基本上你就在比賽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這就是訓練 也可以打出自己的平常心 對 因為球員想 我平常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一模一樣沒有不同 就是同樣的方式同樣的儀式 對啊 時間 沒錯 而且過去球迷有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轉換 是因為大家都會說 很像就是公務員啊 這個綽號我不曉得 安哥知不知道 對啊 對對對 那今年球技整個是一個大改變 還是公務員啊 現在公務員 當的蠻好的啊 當的蠻好的 很認真的公務員 對啊 公務員也是有很認真的 大家為了考基 拚命打五連勝公務員 對啊 KPI打到 對啊 我是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你們現在球隊是全聯盟防守 第一名嗎 就是10分 你知道嗎 應該是跟馬上差不多啦 但是 就是你們防守的效率值 跟那個10分 是非常非常低的 我知道大家都很願意防守 就是上去 有一陣子我去看球 然後 那個失誤真的很誇張 就沒什麼防守 以前如果是前老師在帶的話 我們早就被罵到臭頭了 被頂到爆掉了 但是我覺得 他都還是鼓勵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 我不知道他怎麼調整 但後來球員就是 失誤也變少 然後防守強度也拉上去 對我覺得蠻好的 你們防守真的 因為其實 我們都會看一些數據 你們防守第一個 失分最低 然後防守效率高 然後犯規是全聯盟最高 就是很窮 犯規次數是 平均是全聯盟最高 是裁判不愛我嗎 然後 裁判的部分 裁判的部分 oh my 沒有其實是因為你們球員的積極度 很願意上去 那個身體啊 跟補防上去的那個 對 雖然你們不是我研究的啦 你們那個隊是 偉好研究的另外一個助理學員研究 但是他都會跟我講 說現在你行員這個狀況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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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大概聽到 互相交流一下 對我大概聽到 現在這個狀況是 蠻有趣的 就跟以前比較蠻不一樣 是蠻有趣的 現在的球隊大部分都會 就是打得越來越拉到外面去 可能做一些外線投射的人 比較不喜歡所謂的 肢體接觸跟碰撞 但像這樣子的研究下來就發現 他們其實還蠻願意去做 這些肢體接觸 他們跟貿網家現在就是很明顯的鐵桶證 昨天就是對貿網家嘛 他們兩個就鐵桶證 你看那兩分球迷終於是第一 你不可能在我的家裡 我的禁區要想要 操到任何便宜 你要進來你就要付出代價的那一種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對球迷的負責任 很棒 跌打損傷要先買起來 再來呢就要來聊一下 所謂的黃金世代的這個部分 很多網友都會討論 你看龍哥啊 智傑啊 田磊啊 等等的 就是這幾位史上最強的籃球員 分別評論一下 到底誰是最強 我先說好了 因為這其實都是不同世代 很難去做比較 可是網友就很喜歡 張飛打月飛那種感覺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蠻難的 我就先請安哥 跟我們定義一下 黃金世代好了 同一個時期 然後有特別明星特質的幾個人 抽在一起 對那大家就會把它講成一個黃金世代 有點像天時地利人和 真的 就是我寫的裡面 就是天時地利人 對 對我來說是 默契 真的 我們那時候還是學生的時候 就在看龍哥打球 那有光哥 山哥 東方哥 財富財 秋中子 很多他們那時候的 他們已經是 世代不是 老黃金 對 老黃金 不好接 不好接 就是很多 那時候黃金好多 都是遍地黃金 對 我們這個世代就沒有像龍哥他們那時候那麼多 但也不錯 也不錯 但接下來這個世代我覺得就是 職業籃球開始了 那會越來越多人 因為畢竟我們前面20年是 是 一個斷層 是一個斷層 大家都外流人 很像消失了一樣的那一段 對 所以我覺得會越來越多 需要一點時間 那就會有網友問就是說 如果你跟智傑跟田蕾單挑誰會贏 智傑 但如果你跟田蕾呢 我們兩個人 只會喝飲料 只會喝飲料 喝飲料喝飲料 這種單挑 肚哈回來 這個我就不知道 我只是 我自己跟他喝我就是死啦 我啦 我跟田蕾沒辦法 就我們兩個在一起就是嘻嘻哈哈 真的很鬧 真的很鬧 他真的很好笑 你有認真的一起就是這樣子對過 欸真的跟田蕾很難聊籃球對不對 沒辦法 很鬧 喝飲料大家一句都會也會常常聊籃球 跟田蕾的話就很難 很少在聊籃球 對很少 可能就比較不正經 就是不會這麼專注要聊籃球 他也不是不聊籃球 但我覺得他就是有他那個幽默風趣的 對他很好笑 歡迎蕾哥 很好笑 也是約很久了 趕緊來 好咧 最後一題正式的提問就要來到我們這個 本節目最常問到的問題了 籃球生涯遇到的前五張 你可以先定一下 你覺得對張是什麼樣的狀況 可以講張也可以講求生意志 然後也可以講非常有技巧性的防守 是 那你有這五個人的名單嗎 我沒有辦法找到五個人 那先說第一名 其實你只要講到過去有對位過 你有印象就可以了 不是 因為大家會把很有技巧性的防守跟很髒畫上等號 但對我來說這個就是真的他求生意志很強 那如果你真的要排第一名我覺得就是中哥 那對喔 因為我跟他同隊啊 我知道你們也常常在互玩 我跟他兩個都會直接同隊喔 都會真的就是對決起來 可是我們都是相應嘛 所以那個求生的心思會被調起來 所以拐子看得到什麼都很正常啊 沒有在拐 沒有沒有在客氣 我們都沒有在客氣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很喜歡志豐 張志豐 對這也是防上有名的 他就是他的防守是會防到我覺得說 這個人是不要命了嗎 他是真的拿生命在防守啊 所以他付出一劑就下去了 就休息了 沒錯 不喜歡遇到的啦 紫薇 雖然不同位置 但我自己在球場看 上面看我不 你不想碰到他 講到紫薇突然想到一個人 我不喜歡遇到的 對 小月 哈哈哈 討厭嗎出現 討厭嗎出現 你腳再來 腳再來 因為他們很討厭就是 你球場上他們手真的很長 然後他們腳又會伸 然後我們在進攻的時候就會很不喜歡遇到這種 就很不舒服啊 你的下山路被擋住了 對 然後要出手的時候上面還有一隻手 對 怎麼打就覺得很討厭 不舒服 對 就會讓我打得很不順手 那個試展空間就完全是不一樣了 對 好OK 今天非常開心邀請到安哥來到我們的籃球摸骨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正式提問 也非常感謝友人哥 籃球摸骨我們下次見囉 不開心 跟您把損急